Hi 我是薇莉 你線上奶爸又突然出現啦 今天我們單元薇莉研究室 用研究改變你的財商視野 今天的內容是 收益平準金是妖魔嗎 為何你需要平準金 收益平準金對ETF之功用 這個近期收益平準金機制 被台灣各方熱烈的討論 主因是因為有眾多的ETF新奇 在搭配上投信使用平準金時 用這個收益分配的比重可能過大一些 讓投資人會聯想到龐氏詐騙 越領越開心啊 會不會都沒有拿去投資 只是把投資人的錢發給投資人呢 到最後ETF的績效結果很差呢 到底這個收益平準金是不是妖魔 這一集來討論一下 收益平準金是妖魔嗎 網路上有一堆對平準金的批評 認為自己的錢配給自己 很像龐氏騙局嘛 事實上他是投資金沒錯 而且他不是詐騙 另外有一派提到說 這個投信通過平準金提高收益分配 殖利率吸引買氣 那關於這一點 ETF收益平準金亂象 那投信投顧工會 已經有在演你新的草案出爐啊 等待著新的草案公告給大家 那關於這個平準金的草案呢 裡面有大概提了三點 那我也看了一下 第一點是收益平準金機制啊 ETF未來在配息的時候 如果你要用到這個平準金來配息 那你就不能夠去超過這個追蹤指數的息率跟收益率 第二點是 平準金佔比要有合理的公式 原則計算並且要揭露嘛 另外第三點是平準金佔配息的比重不限制 但是你要有合理分配的原則啊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有好幾個關鍵字啊 合理合理合理啊 第一點我覺得還可以 因為平準金解決股利率啊 因為收益人數過多稀釋的問題啊 那它要不要超過追蹤指數的息率 我覺得這樣是符合邏輯的 可是第二點第三點 看起來還不夠明確啊 再正式的方案出來啊 因為現在只寫合理 合為合理 誰來定義什麼叫合理 關於證交所的文章啊 收益平準金之 收益平準金對ETF之功用 這篇文章 有比較詳細的做一些說明啊 那我想啊 大家如果對這種東西有疑問 不妨去看一下證交所文章啊 畢竟這是一個 算是政府一個機構所發布的一些內容 我們可以去上面看一下 那收益平準金的目的是 防止基金規模增加而 稀釋配息 它可以提供基金在規模增加時 按比例提撥收益平準金 以維持現金股息率啊 那但是呢ETF 會計分類跟資產 配置是不一樣的東西喔 喔我看了這篇文章才了解 它意思是說 比如說你高收益平準金 所得占比啊 表示說這個基金的晉升購比較多 但是 不表示超額配息 那什麼叫做資產配置喔 例如說你現金跟股票的比例嘛 這就是一個資產配置 而 會計分類是記帳上的一個項目 所以收益平準金它事實上是記帳上的一個項目 會計項目呢 這裡面有提到說 基金的淨值主要有三個東西組成 什麼金什麼三個呢 就是基本的面額啊 收益平準金跟資本平準金啊 收益平準金它可以分 為什麼 分配收益 意思就是說啊 它可以通過這個分配收益 有兩個主要的部分組成 那這兩個部分就是股息嘛 這最容易理解 再來就是收益平準金所得喔 所以你看 其實它有兩個關鍵字 它叫做關鍵字是在於 股息所得跟收益平準金所得 可是我看了一下收益平準金這個會計項目的名稱啊 可能容易讓 人以為說它就是收益平準金所得本身 因為它名字長得太像了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其實是搞不清楚的 因為你如果去看這些ETF的網站的時候 你會看到 有些網站它會寫說 基本面額加收益平準金以及資本平準金三項 可是你看到這個收益平準金的時候 你會不會直接聯想到 它就是收益平準金所得呢 還是你會想到說 喔它就是股息所得加收益平準金所得 那收益平準金 事實上它有用在投資上 而在收益分配之前 才會將收益平準金加上成份股的 配發的股息以及現金存款利息 分配給投資人 那現金存款利息 我是看00929 它其實有提到這一項 那如果說收益平準金 它所得沒有做投資的話 就代表說ETF 它會偏離 追蹤的指數 因此 收益分配前才做轉換 它的做法是比較符合邏輯啦 因為如果它 真的沒有拿去投資 就把這錢一直放在口袋裡面 你就會發現說 ETF 跟它本來要追蹤的指數 慢慢這個偏離的幅度會越來越大 那就不太合理啦 因為你投資這檔ETF 當然就是希望說它追蹤著 它所 追尋的這檔指數嘛 我們用分析來說啊 可以理解成記帳本上 去畫出收益平準金所得的金額大小 那你等收益分配的時候 才做處理嘛 並不是說 將投資人的錢 先轉到某個帳戶中 不做投資 在早期 剛開始在應該說去年吧 或是前幾 前一兩年的時候 關於這個東西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在ETF剛推出的時候 我真的是認為是 它是放在 口袋裡面不做投資 可是後來我 多閱讀了一些資料 包含像證交所這篇文章之後 其實它所提的 應該才比較符合邏輯 那收益平準金所得 它並不是鼓勵所得 那收益平準金所得這個名詞 本身也很容易被誤解成 真正的所得 因為它有所得兩個字嘛 那這個 這一個詞是從哪裡來的呢 是從證交所文章 收益平準金 對ETF之功用 這篇文章裡面所提到的 所以你看它裡面就有講 補習所得 收益平準金所得 它把這些東西 都列在這裡面 收益平準金所得 它來源自本金 因此不被視為 無事息的鼓勵所得 並且它不需要納稅 我覺得這個標題真的是 看起來很 饒舌啊 你如果去念的時候 真的會覺得 好像搞不太清楚 他在講什麼 如果我們要比較好理解的方式啊 去理解 會計項目中的禁止組成 最好把收益分配來源項目的定義 將成分股鼓勵 以及收益平準金 所得項目去分開 因為禁止是什麼 就是資本平準金嘛 就價差嘛 收益平準金 再加上 基本面額 而公司拆解一下 這個禁止就是資本平準金加股利 也就是說 成分股裡面所配發的這些股息嘛 那投信把它收收集起來 就變成股利啦 接著加上收益平準金所得 再加上現金的利息 因為 它可能會有一些現金 暫時還沒有投入的 那這些會有利息 接著再加上基本面額 那我覺得其實 不要用收益平準金 這一個項目去代表 股利再加上收益平準金所得 這樣 可以比較清晰的去理解 它的結構跟內容 我怎麼看收益平準金喔 我個人是比較偏好有收益平準金的ETF 那比較容易預估股利配發的情況 當然沒有收益平準金的ETF 難道就不投資嗎 也不是啊 我只是說 如果在 我選擇的標的裡面 這A跟B 它的 篩選邏輯 我覺得相近 而且我也覺得 都可以投資的情況底下 那有收益平準金 我可能會比較想要投資 那我覺得 設定目標啊 會比較明確 為什麼 當然每個人你的想法不一樣 你的目標怎麼可能會跟我的 一樣呢 不一定吧 見仁見智 所以你選擇你喜歡的標的就好 那日後啊 這個平準金法案啊 如果真的有定案之後 相信這個投資的環境會更加的友善 那個人投資目標 我的目標跟你一定 不太一樣吧 我的目標是 我希望有一定金額的非 賣股現金流之後 那等 這個事情完成之後 我再把 市值型或是成長型的個股 或ETF再把它加大 也就是 我的投資哲學 是我先求一個基本盤 接著在這個基本盤 之上 我追求更好的目標嘛 那非賣股現金流 如果說快靠近所得極具上限的時候 那我可能就會考慮說以國外的標的為主啦 那這就是個人的所得稅的規劃 那你個人 也會有自己的一個 稅務規劃 那在過去的極數裡面也跟大家分享過 關於所得極具上限的內容 你需要收益平準金嗎 其實我覺得這一題喔 很好 因為很多人你可能也搞不清楚 有收益平準金類型的ETF 當收益分配的時候 這個收益可能比較 穩定喔 那你這個 收益這件事 他都叫收益了嘛 如果ETF本身 這個投資的組合 裡面 績效不好 你可能配發股息 是配發不出來的 所以 在這裡所提 收益比較穩定是在於 他有 獲利的情況以下 那再加上有很多人要買的時候 那這個收益 可能配發出來會比較穩定 如果你這筆 收益有固定的用途 比如說你領到這個席 你是有固定用途的 例如說你要交水電費 或是你要生活使用 甚至有些朋友他是借貸投資 這一點就很重要 那借貸投資我們在過去極數有講 其實我個人是不反對借貸投資 這件事 工具就是隨人用 但是 如果你是借貸投資的朋友 那也許 股息穩定 殖利率穩定這件事 可能對你來說是一個 比較重要的事情 怎麼去判斷你到底需不需要平存金 我大概列了四項 你可以看一下 也許有其他朋友你有更好的理由 你可以在下方留言處 可以去補充 第1點 需要鼓勵平穩你的投資心性 這一點 其實很多人 他抱持著一個疑問 我就買股 我幹嘛一定要 穩定心性 不是那有可能是你的心智 很夠強大 可是我 看大部分人 其實你的投資心智 並不夠強大 也許是需要一個鼓勵 去平穩你自己的心 第2點 方便設定投資目標 為什麼因為你每一期領到的收益 他可能是比較固定的金額 如果你有一個 遠大的目標 你已經定好說 我每一季或是我每一年 我大概要多少 收益進來 那這個目標是比較容易去定義 第三點 如果你要有穩定的股力現金流 你有特殊的使用目的 或是你 個人的使用目的 那 那這就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理由嘛 比如說你要繳水電費 每個月3000 那我這筆 我這筆 收益我就固定拿去這個 繳這個水電費嘛 第4點 接下來投資需要繳利息 這就很現實 你必須要去繳利息嘛 除非你要自己 從本金拿出來去繳 不然你也可以用 收益的方式來去繳 來到結論的部分 收益評準金 它不是新的東西 其實在 我的研究過程 有看到過共同基金裡面 也有這個機制 解決收益分配 稀釋的問題 但是 方式必須要 透明合理 才容易讓投資人 安心跟理解 因為社會上太多人 根本不懂 這個東西在幹嘛 需不需要收益評準金 設計 其實可以依據投資人 自身的 情況去判斷 你到底需不需要 你可以去看 你可以去想想看 上頁我們提的這4點 你是不是符合這4點 如果你都不符合 那也許你是不需要 這個評準金機制 那當然你在 那你在選 ETF的時候 那你有更大的range 更大的範圍 可以去選的嘛 你不一定要有收益評準金 那評準金 所得 股息 還有資本利得 這些方式 其實都是 是將投資工具的獲利做處理喔 本質上都是 投資人的權益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網路上很多人在吵 啊 我就賣股就好啦 你幹嘛去領股息 那你幹嘛要評準金 其實說實在的 這些東西都是 投資人的權益 一部分 只是 看你怎麼處理而已 如果你理解了這一點 那你就會更好的去運用 這一項工具 自己賣股 當然也是處理獲利嘛 並不需要 特別針對評準金 去妖魔化 看待 合理理解 與運用工具 就OK了 就是大家如果你在看一些新的東西 出現的時候 或是你不了解的東西的時候 請先去花時間研究一下 不知道的話也可以去看一下證交所 甚至你也可以發現去問投信 先不要把自己的觀念 從網路上 搜集一大堆 當然搜集大堆這合理 但是你看完之後不要 妄架 妄下 結論啦 可以多 思考思考 多看多看 因為一開始我對這東西也不理解 後來我就 逐漸的多 看一些 內容 那也去看了一些別人的分享 我大概會比較理解這個東西 分享 總是單純的快樂 期待下一次再見 免責聲明 內容若提及歷史 績效 不代表未來走勢 受眾英勇獨立思考之精神 研究僅供參考物作買賣依據 個人心得分享 非投資銷學物業配 非證券分析師 找名牌指導需求請洽合法投顧公司 內容有 書漏有物請再告知 以標的發行單位公告為主 播放平台若有動態廣告 純屬支持平台營運 內容請謹慎評估 非洗腦節目 內容可能有錯誤 請自行培養能力驗算查證